何谓欲知识之 如果生病时念佛 自己射疗何时走 但到时并没有往生 且精神越来越好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你都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欲知识之 欲知识之 是自己确确实实 明白 自己什么时候往生 功夫好的 一两年前就知道 功夫好的 在一般我们最常看到的 大概三个月 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最多 他说的时间非常准确 到那一天真的走了 我们过去在这个新加坡 居士林的老林长 陈光别 那就是一个三个月 三个月前他讲的 真的是那一天走的 他没有说话 他在旁边一条纸上写 写这个日期 写了十几个 也没人敢问他 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那一天走的时候 正好三个月前他写的日期 在欲知识之 那么短的呢 但有一个星期的 三四天之前的 这个就很常见了 常常能看见 凡是欲知识之 纵然不念佛的 也有 太像的 这就是福报 确定不得悟道 可以这样断定 他不会多三个道 至少他来生又到人间来了 人间天上 这是之多数 那么在佛法念佛人的时候 肯定往生 凡是欲知识之 说哪一天走 真的哪一天走 这个人决定是往生 这个不是不是假的 那么说自己 哪一天走 没走到没走了 就像你后面讲的 他精神越来越好 这个是 这个欲知识之 是靠不住的 这是靠不住的 他的寿命还没有中了 自己功夫又不够 功夫够了 寿命不要了 他能走 功夫不够 寿命还有 他就走不了 走不了呢 继续要好好修 不能再继续造业 去造业 那将来果报 就在我道 要好好认真修